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对一些非常小的血管的肾血可以进行一个凝蔽 不让它除血 那么左手呢是拿了一个电碱 这个电碱呢可以碱也可以零 就是提到一个分离组织的一个作用 是这样的 那目前我们这个超远程的机器人手术 已经算是一项比较成熟的技术了吗 对前面其实我们刚才我也提到了一下 我们其实在上半年我们进行了大概超过一百多例的这样的一个远程方面的一个探索 这个远程外科呢我们探索呢其实也是因为刚才提到了十年前就有这种想法 但是受制于各种因素一直未能持续开展下去 那么现在呢条件成熟 我们就非常快马夹编导 在进行这方面的探索 那么也取得了很好的一个成果 那在您看来像我们这样的无缝对接 或者说一些无感的传输最重要的是什么 这个远程外科呢 其实主要是涉及到 就是说这个我们其实可以很 就是说主要是一个卡顿吧 就是说会不会信号这个会不会凶断呀 会不会像我们平时上网其实会有这样的一些体验 现在呢这个院士呢把这个降级场进行了一个松结以后呢 我们就把体脏呢 这个往这个腹腔内稍微游离了一点 我们就其实现在身上线组已经在我们这个视野下边了很清楚 那么现在呢院士 那么其实刚刚过了几分钟啊 我们这个这个肿瘤就已经在我们的这个这个视野中啊 可以看到我们这个钳子在接触到我们这个腹腔的时候还会冒烟 对它这个是电影就是说组织其实它是一种这种能量嘛 嗯就是说把组织其实就给烧烧这个这个给碳化处理了 所以说它会有一些烟雾啊 从三亚传回来的画面 其实可以看到我们机器人的手臂是有很多支的 能跟我们介绍一下吗 对我们在屏幕上呢有大概有四个 就是说我们作为主刀我们可以控制四个啊 这个四个那个机器人的一个器械 那么有双击分离前 那么还有单击剪还有个双击抓钱 那么现在这三码呢都在都在已经使用 还有一个是内窥镜 就是说作为素的你可以自己根据自己的一个事业的需求 你可以自己主动的去啊去这个来调节这个内窥镜的深浅啊位置啊等等 可以获得一个最佳的一个视觉感受啊这样的 就相当于摄像机对 然后切割缝合之类的操作 是的 就是说以前呢和那个扶腔镜相比呢 嗯它需要一个助手来进行给你扶镜子 嗯 就是说来这个内窥镜需要它来配合 如果是这个主刀和这个这个这个助手呢 配合比较默契的话呢 那么这个其实还可以还可以 素的感受会比较好 嗯嗯 如果是比较陌生的这个这个配合呢 那么就是说可能就会很难受 但是做机器人手术呢 这个内窥镜是完全是有这个素的自己控制的 嗯 所以它可以根据自己需要随时调控 所以说我们可以 其实可以不断听到这个呃 这个单元是在用脚来控制这个 来进行切换啊 嗯 切换这个这个镜头 深浅等等啊 嗯 现在肿瘤呢 已经已经这个暴露了 整个肾上线啊 已经暴露了应该百分之八十啊 就肿瘤已经完全暴露了 院士呢 还在进行肾上线啊 这个啊 现在已经 现在已经已经显露出来了一个这个肾上线中央静脉啊 肯定非常清楚 嗯 那个呃 说到肾上线呢 其实大家可能对这个不太了解 呃 他其实他这个之所以呃 得名叫肾上线 他主要是在两侧肾脏的上边 哦 是一个三角形的一个内 非常重要的一个内分泌的线体 嗯 他平时呢可能他对这个生存在 对这个那个代谢啊 这个这个还有一些这个应激啊 免疫啊 其实都有非常重要的一个作用 那么 平时 其实更多的时候平时可能作为一个应激器官 那么 就是说你如果肾上线功能正常 在遭遇这个 集体遭遇重大的这个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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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呃 在应激状态下 那么他可以分泌激素 可以作为动员集体能量吧等等 嗯 来来应对 来应对这个这个 这个这个这种变化 那么如果肾上线功能 这个功能受影响的话呢 嗯 那么可能就会出现在 比如说一个感冒 就可能把这个病人可能就给打倒了 就可能会出现很很严重的一个连锁 反应 嗯 那么现在呢 院士今天的手术呢 是要把这个病变呢 给它完整切除 那么还要尽量呢 还要保留正常的食尿线功能 因为 因为这是今天这个 呃 这个我们那个患者是我们的一个军人啊 驻海南岛的一个军人 守岛官兵 守岛官兵啊 那么其实 平时不管是这个 呃 呃 这个平时的这个 呃 训练 饮食 对对对对 其实都是都是这个 都是非常规范的 嗯 嗯 这个高于 那么 那么身上线它的动脉呢 其实是它是 都是一下像这个梳子一样啊 嗯 其实一些梳状动脉非常细 就是说可能在电影啊 这些电竹的过程中 可能就可以就可以处理掉 不需要刻意去进行处理 但是唯一需要呃 这个关注的就是一个中央静脉啊 啊 中央静脉是还相对稍微粗一点一个 主要的一个回流静脉啊 像它这么细的 像您说的这个像梳子一样的组织结构 那我们机器人的这个小钳子 是不是就更适合去做这台手术 是可以就是说呃 更分离的更加精细 嗯 嗯 其实在画面当中也可以看到我们这个小钳子 它是可以灵活转动 甚至是360度的在旋转 是的 嗯 这个机器人手术的它这个器械的特点呢 就是说呃 可以就是说可以形象的比例呢 就是说我们在传统的开放手术年代呢 嗯 我们相当于是手抓饭啊 就是说基本上是靠手 还有一些比较大的一些手术器械去进行操作 那么我们后来进展到这个辅腔镜手术呢 我们其实相当于就是更进一步了 拿筷子去吃饭 嗯 那么这个拿筷子吃饭呢 是比较这个精巧 但是呢也有一些问题 就是说 它这个器械呢 就是说可能会它没有关节 哦 它不如手有关节 又不那么灵活 那么机器人手术呢 相当于是在筷子前面 装了一个小手 哦 那么既微创又又灵活 嗯 那么其实就是说把这个 嗯 就是说我们我们说呢 就是它其实超越了这个 嗯 从这个这个操作的角度来讲 就是说你超越了人手的限制 就是说比如说有一些比较狭小的一些操作空间 嗯 嗯 我们手可能就显得大了 对吧 你要是再拿一个操作器械去进行操作 可能更加困难 但是在在机器人这种视野下呢 我们用这个用机器人的这种器械 我们就可以达到一个啊 就是说可以可以获得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操作体验 就是说不管你站哪我只要看得见 我就能把它处理掉 嗯 那么其实这个这个呢 我们做手术其实最大的就是 第一要看得见 第二要够得着 嗯 那么这个机器人手术完全是满足了我们这个 怎么我们现在外科发展的这种需求 可以代替我们大夫的手 对对对对 而是超越了人眼 人手的限制 嗯 非常大的提高了这种手术的安全性 嗯 那么现在呢 嗯 我们手术呢已经接近尾声了 这个院士呢 已经把这个病变连同一部分身上线啊 进行了一个离断 现在呢 在处理身上线残余一部分的一个一些组织啊 对于张院士来说 其实今天他作为我们这个加引号的主刀 其实更具有科技感 对对对 这个古有悬丝枕脉啊 嗯 那么我们现在呢可以时隔3000公里 那么为这个为这个远在海南岛的一个一个病人 进行手术啊 那么其实真的是可能可能很颠覆了我们现在很多人 对 这种想象啊 想想觉得不可思议 对对对啊 是的 那么这个其实呢 这种远程外科呢 这种远程外科呢 确实我觉得对 无论是军事方面呢 还是我们平时这种地方的 从国家层 比如我刚才讲了 从军事方面 我们可以把这个优质的这种微型力量前移 嗯 现在我们有很多边远的 一种高寒的这种高原的这些地方 我们都可以把我们的这个技术力量可以给他投送到前方去 那么在这个国家层面呢 在地方 其实在这个健康中国这种大背景下 我们国家现在这种国家区域中心的建设已经如可如途了 就说很多一连体啊 都在进行紧密的合作 那么其实像这种 像我们现在正在展示的这个 这种插了翅膀的这种微创手术 嗯 那么我相信对这种国家一连体的这种真正的技术落地 我觉得也会也会是有很大的一个帮助的 好 我们现在这个这个病变的已经完整完整 切除了啊 大概耗时可能有十分钟吧 有十分钟了 现在我不知道 速度可以说是非常的快 对对对 但其实这个手术 没有我们想象当中的那么简单 啊对它这个是我们这个 我刚才讲了就是我们对这个后腔疆 包括身上线这些疾病的一个系列研究 其实是把这个疾病 给他把这个手术给他简单化了 也就是说怎么去怎么 怎么选择入路啊 怎么怎么按照哪些解剖层面进行处理啊 怎么去那个就是说怎么中央境外的处理 时机等等 有很多技术细节其实在里面 就是说把这些技术细节啊 我们这个作为医生来讲 我们这个领悟好的话 就可以把这个手术做的既快 又好又安全 嗯我们现在是在北京 我们的官兵是在三亚进行的手术 其实也是免除了他的来回的通勤 然后包括在北京的住宿 其实是更加方便了我们的冠病 是的是的 那么其实在我在那个在我们外科历史上还有一个很有趣的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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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故事啊 嗯那么得了蓝尾炎 又没有医生 他自己拿了 自己给自己 自己给自己做手术 自己给自己做了个蓝尾炎手术 那么用镜子 反然后再照着 然后自己给自己打麻药 然后自己开刀 然后给他切了 因为蓝尾炎呢 如果不及时处理 他的窗孔发热 腹腔感染 他其实也会死人的 那么他为了救治一命 就被迫做了这么个手术 那么其实我想如果有 如果有患到现在 如果有这种远程万科的这种技术 其实有一个助手在 就我们就可以轻而易举的把这个问题解决了 就不需要 就不需要发生这么 就不需要自己给自己开刀这么残的事情 我们从这个操作画面上来看呢 这个从北京 我们我们其实可以同时看到 院士的操作和这个画面 传说出来的画面的一个一个一个 我们可以对比 几乎感觉都不到延迟 这个我们其实刚才讲了 我们这个手术的一个网络 网络延迟大概是在40到50毫秒之间 那么我们这个机器人手术 本身的这个反应时间大概在120毫秒之间 嗯 然后呢我们这个图像处理大概在20毫秒之间 那么整个呢 我们这个时间是控制在200毫秒以内的 200毫秒大家可能觉得 是不是还是不是还是挺大的一个数据啊 那么其实我告诉大家一个提供区的一个数据 也就是说在短跑运动员 在起跑的过程中 听到发令枪起跑的一瞬间 你的起跑时间如果小于150毫秒 你就会被判定为强跑 哦 对 所以说这个只要超过这个 当然他们的这个运动员 都是经过长期的反复的这种训练的 嗯 那么他们他如果反应时间也要在150毫秒以上 嗯 你才能判定为是没有强跑 嗯 所以说其实这个时间呢 是其实是已经非常低了 嗯 200听着还挺大 对 重点是在毫秒上 毫秒对 毫秒的千分之一秒吧 嗯 对 所以说我刚才举例子就是说 强跑 如果你反应时间在150毫秒以下 那就是强跑了 嗯 超远程的机器人手术和传统的手术相比 是不是术后的恢复也会更快一些 哦 那个现在呢 还不能这么说 嗯 就是我们现在呢 就是说这个手术 其实这个超远程的整理手术 我们还其实在 在探索 在起步阶段 嗯 起步阶段 然后我们要保证它安全 其实我们 嗯 现在我们从三亚手术室也能看到 我们的团队也正在忙碌当中 对 嗯 那么我们在这个 我们 我们面前的屏幕上呢 还有 还有这个患者的一些 呃 监护信息 嗯 包括心率 血氧饱和度 血压 那么其实都一直非常平稳 那么血压呢 在一百二七十毫米巩柱 啊 那么心率呢 始终在平稳在六十 啊 现在是六十一次啊 血氧饱和度是一百啊 啊 那么其实非常平稳的一个状态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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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三亚三亚手术室在可能 在 还在 其实现在已经放了也能吧 在我们北京实验室 我们张愿市的这个操作是已经结束了 对对对 三样的原因我不知道是在等什么呢 那我们要不进实验室 也跟我们的张愿市聊一聊吧 好的 感谢观看